马来西亚慈祭雪龙分会举办岁末祝福 各社区志工和民众回到吉隆坡金斯堂 回顾一年爱的足迹 平常看灾难就像看一个新闻 没有什么感觉 但今天很感动 因为在灾难的背后 我们看到了更多的是菩萨道 那个让我感触很多 看那个荧幕像国际正宅 医疹那些东西帮助 真的是回想以前 从17年代到现在的活动 健健康的时候 我们来造福 也为自己的下一代 做一个很好的典范 今年岁末主题以感恩尊重生命爱 何敬吴正共复原 现场人人手捧新灯凝聚善念 每年岁末祝福 民众最期待的就是领取福慧红包 接受正年上人的祝福 每年他一定要领到这个福慧红包 因为说真的是一个就是上人的祝福 因为我老马是大爱台的中式观众 有志工邀约了一辆巴士的民众 不惜四个小时车程前来参与 感觉就像回家团聚 如果我可以带动一辆巴士过来参访 给我们的社区的志工 还有那边的大德都来参观 一定是很大的感触和感动 我也希望借持这个参访团 可以带给他们 就是回到他们的出席 今年岁末祝福共举办15个场次 预计有一万三千人出席 期许人人共耕福田 社会祥和共荣 祈愿天下无灾难 大爱新闻 真善美之工 马来西亚综合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